大家好,我是Mr.Edmond So 今天會來講HKDSE 2021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B Question 16 請留意畫面重要訊息 由於我們一定要講Linear Programming 少不免都要講Linear Inequality 一般來說,Y大於0就是上半版,Y小於0就是下半版 但其實我們講的是跟Y等於0比較,跟一條水平線比較 更加普及,我們會跟Y等於MX加C去比較,即任何直線去比較 當Y是主項,它比MX加C大,我們就說取上半版,反之亦然 畫面上也表達了怎樣取上半版,就是透過一些箭嘴 好,題目呢,首先提及一個Region R 這個Region R是Binded by三條線,分別叫L1,L2和X-Axis 沒有比圖我們,我們唯有自己畫 我留意到L1和L2一起穿過一點的就是26 同時L1有一個Y Intercept的就是3 這樣就發達了,我們可以馬上計算到這個Linear Equation 因為Y Intercept是3,即是有一點叫0,3 兩點計齊率就簡單,那就3 over 2 然後我們就會用Slope Intercept Form去表達L1 拉直去就會是3x-2加6等於0,就出現L1這條線 那L2怎麼辦呢?L2就不困難,因為L1和L2是互相垂直的 兩線互相垂直,斜率相乘等於-1 所以我們很快計算L2的斜率是-2 over 3 接著又返回來了,這次沒有Y Intercept 所以我就選了Slope Point Form 有26的一點 之後將3成過去,然後兩邊分別展開 我們就會拉回這條線,就是2x加3 減22等於0,OK 最後那條線就是X-Axis X-Axis就是剛剛說的Y等於0 那條線,我們就斑了的Area 那些箭咀都指好給大家看 L1的藍色線就是指向下的 所以我用了2Y做主項去比較 2Y就會是小於2x加6 因為是下半板,L2的線 至於L2這條線,我就用了啡色在這邊 那你會看到,因為那個Y的coefficient是正的 那我就不需要再做調漢,就直接說了 2x加3y減22,就會是小於0 取下半板L1 那Y等於0,取上半板沒問題 因為它是UPPER PLANE 然後拉直,這個就會是最後答案 因為公開示始終都是要求我們用一個最簡表示 那我就統整了用一般式去表達 來到Part B Part B另外有一個功能叫做8x-5y 那它也會在R裡面 那我們就要找一個最小的值 那我們就說,不如用一個叫做球頂法 就是找三個頂,三個Vertices的值去看 那怎樣找呢? 橙線和藍線 我們就做一個很簡單的coefficient 代入了就會算到-20 至於這個紫色線和橙線 即是L2和Y等於0 這條線我們計算到是11,0 那這樣就行了 將三套數字全放進去 我們計算到最小最小的數值就是-16 我們就說,the list value就是-16 這樣就算完了 整個DSE歷史裡面 Linear Programming只是在2014出過一次 主要都是出在Paper2 Paper2就連連出 有什麼問題找我吧 我只能夠教到你小小的知識神 他教了你生命有緣的 在樓下是大家一間教會相見 多謝大家,拜拜